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当选之后大涨行情 今天是第一集 过去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后的三周交易日之当中 DAO涨了1400点 哇 动力十分的惊人 几乎每天交易日平均涨了60点以上 那到底特别的在哪一个sector涨得最多呢 那就是financial sector 金融行业 特别金融行业在这一波1400点当中 chip in的几乎三分之一以上 光是Goldman Sachs高盛集团这家公司 涨幅就近100块钱以上 哇 特别是昨天周四我们川普总统任命 继续的在过去几年当中 第三个高盛集团的主管 来当任美国的财长 所以可以看到即使是我们的总统当选人 要因着经济的复苏 还是要跟商人挂空 他本身是商人 是平民百姓当选的主力 但是还是离不开华尔街 但是我们来谈谈 第一个在金融行业 为什么涨幅如此之高 行情如此之好 chip in的三分之一到呢 第一点 利息有可能继续勇敢的往上涨 至于涨的幅度有多大 我们并不清楚 第二点 当然整个行情的上升 跟Donald Trump 我们的总统当选人5000亿的 整个基础设施的投资 跟预期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而银行终究会获利 因为贷款多嘛 现金贯注到市场 当然是银行获利了 第三 川普总统当选人 有可能继续的松绑 整个金融行业 条款法规 因而让银行股 有可能在未来受益良多 所以金融行业大涨 川普行情大涨 当然跟金融行业脱离不了关系 所以后世可能还是非常的有力 特别在明年1月20号 川普总统宣誓就职以前 动力可能金融行业 还是非常有力道 智慧人的话语是 那个国家如果与上帝为国的 那个人民是有福气的 愿上帝祝福这个国家 因为这个国家以基督教立国 上帝要祝福这个国家 也祝福这个国家的人民 Howard Chen好有钱 从美国Sircon Valley的一家银行面前 来报导世界焦点财经 以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见